上个月13号一只保育类绿西龟受伤搁浅在腹肌渝港 在渔民通报海巡人员后送往海洋大学 不过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再次转送台大受医院来治疗 最后也在台大海洋大学新北动保处细心照料之下迅速恢复健康 终于在今天来到白沙湾野放让它重回浪花的怀抱 而这也是新北市第一只野放的海龟 他在8月13号的时候在我们石门的虎子伊塔 因为被管具踩到 然后他肚子里面也吃到一些海洋垃圾 所以他甚至已受伤 所以被飘进来我们港里面 那经过二一大队的救援之后 送到海大 那结果他们的出诊之后 发现情况蛮严重的 所以就送到台湾大学做医院来治疗 其实他也没很大问题 那后来但是就是身体不是很好 然后背部的游污 然后后来我们是那个体检都很正常 我们就带回我们的工作在那边去照顾 慢慢他就开出一些垃圾 在救护人员把绿心龟带回之后 帮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做龙虾麻树 回忆起当时刚把他带回时 绿心龟沾黏油污 尝到更是有许多的漂流垃圾 还好绿心龟复原的相当快 在这个月就可以野放重归到自来 蛮良好的 我们经过健康的评估 他可以回到他的大海的家 我们才会让他回去 本来是在19号 后来来是台风 然后北方就说 这沙山太多漂流木太多垃圾 其实所以不太好 对于新北市野放海龟的首例 更保持龙表示 经过恢复期的细心照料 这只绿溪龟复原的相当良好 评估状况能够重新适应海洋生态环境 才决定来野放 更加也考量到绿溪龟刚复原 还特定选择海向比较稳定的台风之后 才让他回归大海 就是希望让这只龙虾麻树 能够逐渐适应海洋的生态 再次悠悠于大海之中 记者料品牌室 谢谢大家 好